每日靈修清靜主活在基督里 主后2019年12月12日 主耶稣啊 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 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 渴慕的心与你相交 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气息 感谢主每天扶持我 引导我走一路 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 信实的主 圣洁公义的主 大而可畏的主 我要敬畏你 听从你 遵你的名为圣 我把我的重担忧虑谢给主 求主断开一切仇敌 及环境的压制 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 老我 情欲的压制 赦免我被盗的罪 求主耶稣 求主耶稣用今天圣经的话 光照我 赐给我基督内住的生命 赐给我永生的生命 我要存爱主的心 来跟随主 靠耶稣的名 阿们 诗篇 第122篇 1到9节 人对我说 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 我就欢喜 耶路撒冷啊 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 耶路撒冷被建造 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 众支派 就是耶和华的支派 上那里去 按以色列的常例 称赞耶和华的名 因为 在那里 设立审判的宝座 就是大卫家的宝座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 爱你的人 必然兴旺 愿你城中平安 愿你宫内兴旺 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 我要说 愿平安在你中间 因耶和华 我们神殿的缘故 我要为你求福 主耶稣 我往神的殿去 我就欢喜 主啊 求你带领我们 建造永生神的教会 有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充满主基督的荣美 主耶稣啊 爱你的人必然兴旺 靠耶稣的名 阿们 我珍惜其从最终的酒 主在释迦境将我所留 我珍快乐 主席我既有 荣耀归主你 真言 第29章 第27节 为非作歹的 被义人证显 行事正直的 被恶人证悟 为非作歹的 被义人证显 行事正直的 被恶人证悟 主啊 我要效法你 行事正直 我要证悟 为非作歹的行为 靠耶稣的名 阿们 荣耀归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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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主保谢 将我追悉 荣耀归主你 路加福音 第十三章 三十一到三十五节 正当那时 有几个法利赛人 来对耶稣说 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去吧 因为 西律想要杀你 耶稣说 你们去 告诉那个狐狸说 今天 明天 我赶鬼治病 第三天 我的事 就成全了 虽然这样 今天 明天 后天 我必须前行 因为 先知在 耶路撒冷之外 丧命 是不能的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 打死那奉差遣 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 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 把小鸡 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 你们不愿意 看啊 你们的家 成为荒肠 留给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不得再见我 只等到你们说 奉主明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 主耶稣 求你帮助我 我的心中 要弃绝 假先知的谎言 主啊 我要跟随你 今天 明天 后天 照着你的真理 继续前行 靠耶稣的名 Amen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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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回头